现在是2018年9点18,晚上20点15分,看着手机里的5500万个Duffy,回首这几个月来的疯狂,因为Duffy我陷入了死循环,越跌越加仓,越加仓规的越多,欠了一屁股债,房子,车子都没有了,和老婆离婚,现在连个住宿都没有了,190万,到现在不到5了。 我现在走投无路,已无所有,投诉无门,举报无门,真的是叫天天不应,叫弟弟不灵,现在只想自杀,信用卡,网贷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我之前去了上海,去了北京,去了OK总部,报警,去金珍,什么地方都去过了,我保留了Duffy最早的截图,观光好单的各种证据, 慢慢发现再多的证据,也没有用,OK和Duffy项目方狼狈被围坚,他们占干了我最后的积蓄,现在Duffy价格是1.2,几乎归零,OK到现在还是不愿意处理Duffy的事,OK是Duffy大股东,现在Duffy项目方跑路,白皮书假的,团队失联了,流通量突然增加到了75亿, 我现在要用我的死换性OK的良心,仅是那些炒币想一夜暴富的,OK和Duffy会得到报应的,我做鬼也不会放过孙高峰,希望以后OK会得到法律的严惩。 以上,是小夕昨日在微博,看到的一篇名为Duffy,一个极加自杀的人绝望盯着的告白,的文章的开头。 然而,在上午看完这篇室内控诉后,昨天晚上又看到下面这个来自OKX官网,关于Duffy项目方主动申请退市说明的公告,什么大风大浪小夕没见过,而这处Duffy和OK联合演绎的戏码看完,还是让我不惊毛骨所弄然。 其实之前网上关于Duffy身前跑路,海马韭菜的消息就已经铺天盖地,有人更是言辞早早历受Duffy的七宗罪。 那么这个所谓的Duffy到底凭什么能忽悠到数万韭菜的命呢? 回顾Duffy短暂的起家时,从早期的宣传作假,本次靠刷,被减心机的从投资人手里忽悠到了一个亿,到4月2日的最低价格是0.0007。 再到5月16日的价格为0.0020左右,随后三天最高涨幅240%至0.0068,阶段相对保持温和。 6月1日,Duffy项目方高调宣布要自建交易所,并且上线货币,币安,OPEX的币种,可以不用进行审核,直接上线Duffy交易所。 而后Duffy用了4天时间从0.0030拉升,到了最高点0.0085,给大家的假象,就是前期高点几乎不在话下,将早期被套和先入常者都充满了憧憬。 这简直是在熊市拯救大众鱼水火的架势。 直到7月11日下午6点过,悲剧拉开帷幕,Duffy行情完全崩盘,一瞬间从0.0062杂到0.0024。 这下手指很估计,也是能在B圈上爬好榜的。 写部书过山车市的A次行走势,让韭菜们苦不堪言。 从Duffy的公开资料,其实早有猫腻可查,一白皮书多次修改,曾有Duffy被全者反应。 在项目方发布白皮书后,白皮书被多次修改过,随意更改约定白皮书,没被约定就是照片。 白皮书已经连续更改多次,但每次操作,我都有录屏。 之前白皮书有自建交易平台的说明,然而在平台上现失败后,项目方又在新的白皮书中抹去了自建交易平台这一部分,之后又改了回来,反复变更。 在Duffy的免责中,Duffy趁团队会尽力实现白皮书的所有目标。 但是依据白皮书,或是因为白皮书有误,造成的直接或间接证实均不由团队承担。 而且因为不可抗力因素,团队不能完全做出完成承诺。 卖格格韭菜,Duffy这波套做真的防不胜防,这真是实力甩锅了。 三层万能钥匙热点,Duffy曾以WiFi万能钥匙海外版的名义进行发币并大肆宣传,但玄机被WiFi万能钥匙官方打脸,表示与Duffy毫无关联,并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权利。 卖格格韭菜,Duffy这波套做真的防不胜防,4APP内涵黄色网站,6月19号,Duffy上线VPN内线是交易所后,APP不能正常下载与使用,其中还内线黄色网站功能,5社群无人管理,目前Duffy的社群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。 电报群,群基本没有关报人员维护,Twitter最新更新更是停留在6月13日,6团队领袖境遇度低下,在天远查翻开Duffy新团队接手人,孙高峰的资料,11条周边风险,65条预警提醒。 在Duffy这场投资游戏中,孙高峰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,钱都是自己的,骂您都是别人的,十至今日,Duffy周报什么的,全部都没有发了,项目包彻底跑路了,Duffy项目方从头到尾,就没有做一点实事。 全靠P图,全靠画饼,无数册给人希望,最终还是以币价基本归零,项目方跑路为结局。 把Duffy投资者闭上绝路的柜子手还有OK交易所,当时Duffy的广告满天飞,币圈第一个转型做交易所的项目,Duffy马上成为平台币。 平台币后分红,Duffy宣传称是OK投资,OK是Duffy的大股东,而且之前OK,币安,货币上闲的币都可以免费上Duffy交易所,什么时币联动,各种QQ群传发着这样的宣传,十分博元眼球。 Duffy负责人,在群里给大家聚音直播,说得千话乱罪,说得特别激情,意思就是大家都加仓,我们利好还有很多,我们团队多么多么牛逼。 当时还保证19日上线交易所,我当时也犹豫了一阵,后来想了一下,反正这个BOK都投资了,都和OK宣传了,也就不怕了。 那时觉得OK特别正规,完全是看着OK才投资的,Duffy经历了两轮暴跌,经历了买壳买壳,各种新闻负面产生,维权的,报警的,可是OK还不下架Duffy。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OK,Duffy都这么臭了,这么懒了,你们OK一直不下架,难道还要和Duffy一起诈骗吗?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,OK和Duffy联合作装,共同诈骗,不然天亮大胆怎么来的? Duffy这么明显的操纵壁价你们不监管,Duffy团队什么都不愿意公布,你们OK就这样看着。 流通量明显和你们OK上的不一样,你们OK不闻不问,Duffy买壳买壳,你们OK也一直容忍,你们OK是大股东? 和Duffy狼狼狼狼,Duffy投资者如此控诉道,Duffy维权者无数次要求OK一个说法,OK一直拖,打电话给OK,OK客服说,会把意见反馈上去。 从7月份到现在,OK拖了两个多月,现在项目方跑路,消失了,到处都是投诉的,报警的,维权的,OK还在拖,一直不愿意下架。 直到昨天,OKX官网消息,OKX平台对Duffy项目方主动退市做了说明,OKX平台将于香港时间,2018年9月19日19时,正式下线Duffy所有交易队,所有值币用户即使将Duffy提现,只支持的钱包和交易平台。 有Duffy交易对挂单的用户,请提前将挂单撤掉,若下线后卫撤单,挂单系统将自动帮您撤单,相关资产将退回至您的交易账户。 钱骗完了,退了韭菜的币就永远套住了,匆忙伤逼的是你,匆忙伤逼的也是你,在一个没有监管的市场,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 交易所是老大,游戏规则是自己定的,想怎么玩怎么玩,观众们,还是散了吧。 特别声明,快链行业依靠项目鱼龙混杂,投资风险极高,各种数次货币真假难辩,使用户谨慎投资,致负责分享信息,不构成特别任何投资建议,用户一切投资行为与无关。 本文来源网络,如有联系删除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